大家好,我是瑞姐 我们接着上一个视频 继续在北京的朝阳梅内大街的茶馆 听清太宗黄太极第十三世孙 爱心觉罗启臣老师 讲述他的家族故事 网友评论说 黄太极的世孙具有王爷的风范 其实启臣老师非常的低调 他很客观的陈述了自己所了解到的家族往事 而且还讲述了一段 非同寻常的经历 我们一起来听听 按备份的话 您跟溥姨是什么关系 溥姨 你看这个备份算的 溥玉横起 溥姨应该是我爷的上司 哦 你曾祖父了应该 对 我爷跟义子伯 我爸是横子伯 我是起伯 溥玉横起 这么下 哦 他那个家族现在后人 他的后人就接触很少 接触少 哦对 因为他们其实也很少那个 出来说这些事 对 但是我们的家族呢 有时能遇到一些很有名的画家 他们有时候比会画一样大画 嗯 有些情况 这些备份也都大 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的那一阵 他是正白旗吧 您家是什么旗 湘黄旗嘛 您是湘黄旗 湘黄旗啊 其实是八旗的首旗 就最大旗啊 下边是正黄旗 正白旗 康熙的时候 因为这上三旗嘛 皇帝职业领导的 上三旗跟下五旗他也不太平衡 对 所以从康熙以后的 皇帝生的孩子基本上都入下五旗 不进上三旗 哦是这样的啊 我记得小时候在长门外 我们家一个叫三毛总嘛那时候 打一打长帽子 他毛着帽子 别听我松多那样 到我们家一个传门 但是那时候呢 也不敢问 你怎么问老家怎么个事呢 你家的 因为那时候病小嘛 那时候才对这个历史很有感觉 有时候故意的在社会上看我们这个书 那时候就买了一本叫《诺阿智传》 开始摆进去 后来就陆军买了很多 我家里有好多这个 近代的历史书啊 中华书局 他们买了一个土书 我买了 二套那个 就那个皇帝那签约的咒书 那我那个二套 那时候买了这些书 就要把自己的家税了解清楚 那时候就像找归嘛 发我们家那些东西 看这 以前我们家签坟的那些 你都是记的 我们家当时有一个 有两间房子里边都是皇绸的 那个柜子 那里边放都是瓷器 刺的瓷器嘛 当然皇国里边 肯定这皇家有什么事 他会刺一些东西嘛 瓷器什么的 那些东西比较多 当然祖宗柜 就是谁就没人懂那个 那是祖宗柜下来的 对 说这东西呢 只是大年三十吃饭之前 打开看了 有马鞍子嘛 有那个大刀 马凳 那一个柜子把这个 一个柜子里边是 是些宝贝 就是特殊宝贝 不是些瓷器 马鞍子绝对不是一般的 后来我也不知道是谁的 有马鞍子 马刀 那马刀是 他们说上面还有几个铃 有串 平时不知道拿出来 他那柜子旁边只有铃 跟孩子说不能动呢 动的这铃就小 下边下边说谁能动啊 左棱柜嘛 就玩得很严 现在还有吗 那种没有 房子都没了 哦 这那个年代没了 就出来工作呢 我们家 哥我今儿呢 原来咱们上班嘛 还有一个就不干自己的工作呢 我还出来就要走 我还出来自己做点事儿吧 自己做点事儿 对 你也工作过吗 我工作后员在菜红丝嘛 我那边干了十一年多 干了十一年 我一个人干会计 我上业大 那在中间都是在上班当中上的 学了个业大 对 在那干会计 对 干会计 那还行不算累哈 后来就自己出来做点事儿吧 为什么出来做了 就是那些新业呗 不满足于现状 能闯有魄力 那十一年没上过十五年的时间 但是我这个后来都自己上了 抱歉 哦 自己上了 您上到十五年还是一直在上 一直在上 就快退休了哈 明天一会就退休了 哦 退休以后 你能拿个四五千块钱 我会拿四千就不创 是吗 那您现在是靠什么来生活呢 现在就靠写点字儿 写点符字儿 寿字儿 写点什么四个字儿的 写点什么四个字儿的 有人喜欢的也起起伏 哦 我刚才看了一下您写的那个符字 确实有康熙爷的那个气势 也洗了很多年 最早写的文他们还做了点那个紫砂壶 哦 帮那个写的符字儿就刻在上面 电脑刻上门一个 当然他们做的我别说谁做的了 就他们要拿着做礼品 哦 都要一百把 本来我做了一百六把 哦 五十五把我送人用了 您离开单位以后做的什么 因为单位以后 在电视台做过 跟那帮人一边做完会 也做完栏目 后来出来以后 一个是我原来做派的 都没派的公司 后来就在派卖公司呢 做一些建赏工作 愿意做的行业 就搞了一派公司 您可以建宝是不是 主要做书画来的 哦 就看是真品还是艳品 对对对 哦能看出来 嗯 大概吧 不能说是明家大人能懂那些 咱拍了行业建的比较多一点 我看您的那些头衔挺多的 那都是 也聘你嘛 哦 就说话行业的吧 说话行业的 啊 影视行业的 电影大点啊 他们的影视行业的 哦 有一些交往 因为原来运在影视也做 哦对对 我也 就跟那个拍过电影 拍过电影 但是那个时候 我清楚啊 工作还是剧组的财务方面 是 敲我管理上 哦 你没参与演出 哎 演出没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你演王爷 应该是有这个范儿了 不是那个演出材料 往事如烟 花开花又散 奈何光阴清浅 多少风云淡出心间 曾经马蹄飞起的烟尘 模糊了不曾相见的圆 探寻的脚步 在时光逆行的隧道里搁浅 岁月走过的足迹 被风干成书页里永久的念 浅拙再回首 拘一杯肃然 敬流年 书里昨天的故事 守岁月静好 谈唱心安 谢谢您收看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